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今天是非常久沒有拍的 那個東京上班族 休假日常 那期間也是聖誕節的前一天 也是平安夜 也是結婚紀念日 是嗎 當初有特別選 為什麼選的那一天嗎 原本喔 原本是想要選聖誕節 然後後來聖誕節那天不是好日子 就選了平安夜 然後我們剛剛吃完早餐 現在在高原市這條是什麼 這條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新高原四桶商店街振興組合 尤其這幾年來東京 應該說這一年東京又開了不少的商業設施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找幾個商業設施 因為今天真的很冷 所以在商業設施裡面 避個寒也不錯 對啊今天真的好冷喔 今天是冷到那種 我覺得是因為今天好像濕氣稍微重一點 對寒風刺骨 對 就溫度 表定的溫度跟昨天是差不多 對 可是今天感覺特別的 今天讓我覺得有那種大概 一兩度或零度的感覺 像躲到陽光下也沒有陽光可以躲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應該第一站要去虎之門 對虎之門Hills那邊 Hills Go Go 你搬家之後 對 應該就很少走往這一頭是不是 不會啊 因為我喜歡散步嘛 所以還蠻常常 像我昨天早上散步的時候 我就走這條 回家這樣子 但如果是一般人應該就 不會 不會吧 但我其實就很喜歡在路上 這就東京走橋遊來吧 所以蠻喜歡在東京那樣亂走亂看的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電台啊等等的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講到這站就覺得很酷 因為 我之前疫情前來的時候還沒有這一站 對 然後我 2022 那個疫情 對旅遊開放之後 來的時候 然後我做一BRSAN 才突然發現 欸 什麼 多了一個我不知道的站 所以他們就很暴力的就開了一站 就為了他們這個 土字門子修開了一站 超厲害的 而且我記得那個什麼 三首線 對 不是也開了一站 我現在也還沒去過 高倫gateway 高倫gateway 對啊 那你是衛妍舞監修還這樣子 對啊 只能說東京的這個建築啊 然後更新的速度 真的是超快的 真的 請問一下 虎之門之丘的贊助商是 摩利比爾吧 不是 奧迪啊 奧迪 OK 因為整個 全部都是奧迪的廣告 真的欸 好 這邊 基本上從那個 車站 然後直接接出來 就可以直接到那個 虎之門之丘了 跟那個 那個 麻布台是一樣的 對 這邊離麻布台其實也不遠 我覺得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幫大家走走看 從這邊走到就是 阿沙布台 Hills大概幾分鐘 好 我們那個車站一出來啊 就到那個 美食區叫 Tea Market 然後我們進去看看有沒有什麼店家吧 剛剛這樣我們快速逛了一圈 你覺得這個 Tea Market如何 我覺得它弄得非常時尚 然後我剛剛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的美食街 就大家買完餐點之後就坐在 就是公共區域大概吃東西 但我發現它其實是一個 很多很多餐廳的集合的地方 然後還有什麼 各個國家不同的料理都有欸 然後有比方說 我們剛剛看到新加坡的 然後夏威夷的 然後美式的 義式的 全部都有 然後除了餐廳以外呢 我發現它還有 蠻多像 Bakery啊 就是烘焙坊 或是賣甜點的 然後甚至賣 就是手工小物的店都有 我覺得 現在看起來人不是很多 11點多 然後今天也是週末 我猜啦 就是搞不好它 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知名的景點 像澀谷或是像 上野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 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想避開人潮的話 可能可以來這邊看看 那這一區啊 應該也是 整個再開發案的其中一區 然後像我們這個 身後方的這一棟啊 應該是今年 或這幾個月才蓋好 一個超高的 建築 然後裡面有些商場啊 然後辦公室啊 可能也有Hotel等等的 然後我們再看到這邊啊 這邊應該是這一區 應該算是蓋好比較久的 就是虎之門 Hills吧 然後 它的右邊跟它的左邊 這兩棟呢 也是比較新一點的建築 那每一棟裡面 都會有一些餐廳啊 然後商店啊 等等的 所以我們覺得 等一下可以去那邊 稍微看看走走啦 這邊感覺也是因應開發案 可能道路的重新調整 對啊對啊 這一區真的蠻chill的 這邊二樓以上的那個商店 跟餐廳 目前還沒有營業 我們現在應該是在 二三樓左右吧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小小的 庭園 因為這邊可能還沒有開發完成 所以都沒有人 我猜以後應該會有一些咖啡店啊 然後周邊應該 會 更多東西吧 我猜 這邊感覺是不是有點像 那種信義那邊那種 連通的空橋 對對 沒有這個應該是沒有通 那個通的是另外一邊 我們待會我們經過 也是有啊 也是有啊 通到那個 不知道住戶吧 之類的 難得有東橋鮑勃 看起來不怎麼熟悉的地方 完全不熟 這邊也是第一次來 看起來他以後會開一些 就是 小小的設施這樣子 好 那希望我們 等一下去的那個 代官山的店 已經開得差不多了 對啊 那我買了虎之門的吉祥物 陀拉諾夢 因為陀拉諾夢 跟陀拉耶夢有點像 所以這次就叫陀拉諾夢 虎之門 我們穿過那個平台 就來到剛剛在地面上講的這三棟建築物所在的地方了 好 我們那兩棟就算了 那兩棟應該有幾個小小的商店而已 我等一下帶你從這邊 我上次有走過這邊 這邊一路稍微往這邊走 然後往上走一點 可以到一個神社 好 好 阿扎布台就在那邊了 好可愛的鳥居喔 對啊 迷你鳥居 對 那我們剛剛從虎之門這邊 大概走個十分鐘左右 把可以來到這個NHK放送博物館 然後裡面有一些NHK的歷史 像我後面就有一個NHK的人氣角色 但裡面不能錄影 所以我們就不介紹給大家 愛盪神社會讓我想到我們之前去那個奧多摩的時候 對 也是有愛盪神社 這境內好像最近才整修完成 還滿新的 對阿 以神社來說看起來還滿新的 對阿 我覺得東京滿厲害的地方就是 很多那種現代大樓 然後裡面突然就會插入一個好像 蠻有歷史感的神社 對阿 來就進去看一下吧 那其實我帶為人來這邊 另外一個目的呢 就是讓為人體驗一下這個 蹚蹚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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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蹚蹚 蹚蹚蹚 那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是愛盪神社阿 對 都會有恐怖的階梯 還是這其實是一個傳統的 對就是 欲知愛蕩必經磨練 真的 好那我就在 那個 Toranomone Hills 的 building 等你啦 那大家知道 愛蕩神社雖然是 處於比較低矮的小山丘 但是呢雖然低矮 但這座山丘呢 居然是東京二二山區裡面最高峰 我們逛完了虎之門之丘之後 下雨站要去哪裡 我們大概走個20分 應該不到20分鐘 左右我們就可以到最新開的 麻布台Hills 我是第一次在那個 白天的時候來逛 嗯 那 剛剛說你之前來過兩次嘛 對 那你有什麼什麼感想 我覺得 很有錢 應該是 而且 就蠻喜歡逛街 但是我有沒有會期待有一些 像beams 或者我比較買得起的衣服 然後 後來發現它是要開什麼 Dior啊 愛馬仕啊 Seline啊 那些東西的 所以就有點可惜啦 但是我還是會把這邊 來當散步的一個景點嘛 因為這邊環境真的還不錯 對啊 就是綠化做的真的蠻好的 對啊 我上次來是覺得它這邊就是 可能像 很fancy的餐廳 一堆 然後精品 預計要開的一堆 但真正像我們這種人可以掛的東西 其實沒有到很多 好 努力賺錢就可以來這邊消費了 那就是錯誤的想法 這邊我覺得是像更大版本的六本木之球 對啊 其實走在這邊我就有一種 走在Hills的感覺 六本木Hills的感覺 回到家的感覺嗎 可以這麼說嗎 回到2017、2018年的家 那1月份就靠你囉 來這邊幫我們試吃一下 好 我要請款 Hills Market 請款公司的款都是你的款 好 OK 你分到的share就是公司的款 我吃越多拿越少 好吧 那我就盡量吃吧 之後說為什麼我分不到 委員說分不到錢 這樣子 就被我吃完了 那以後我先繳完房租這樣 現在是12月 所以呢 剛好有聖誕四季 然後我們 怎麼突然跳一卡 馬上坐著在吃蛋堡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往中黑的方向走 就是在冠山那一帶這樣子 但是這個 有點餓了 所以我們就來吃個中餐 我們來吃我們最喜歡吃的share 但我們現在那邊是完全超充滿的 所以趕快吃一吃 趕快繼續前進吧 趕快繼續前進吧 今天是隨性的vlog 那就自己想像吧 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 share 讚 看這種 禮拜天全部客滿 外面一堆人 周圍就知道好吃的啦 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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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瑩賣了什麼 creme de cream de poutfuku 好像聽說是京都有名的 creme de poutframes 來試吃這個,京都最強 什麼? 亂講 沒有,可是好像是京都蠻有名的店 好吃耶 那個Custard的內餡就是很香,很濃郁,很綿密 口感非常棒 然後它上面那個 這個包是什麼花生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一些那種 堅果類的 然後增加一點口感 然後它那個 泡芙的皮是屬於 有一點點口感,但是不會太乾的 然後香香的 好吃好吃 它卡薩塔醬甜而不膩,好吃 對啊 讚 好啦,我們從六本木坐車家走路 我們現在來到戴觀山 那這個地方叫做Forest Gate 那這邊呢,以前是我跟委員都還蠻喜歡的地方 叫做Tenoha 那感覺店鋪數不是很多 但是應該有蠻多可以看的 我們進去看看吧 這個區域 是最近才剛剛開幕的 戴觀山的新景點 綠樓除了 湖巴頭之外 還有 秋馬龍 中間的那個造景跟散步空間 我覺得做的也還蠻不錯的 蠻舒服的 我們今天參觀的幾個新景點啊 對 那個綠化設計做的都蠻好的 對 目前這一棟是哪我最想住的 嗯 這好像是未言無無設計的嗎 然後這邊就是戴觀山車站囉 二樓這邊 看起來目前只有 三家店有開 哇 一家還是 診所 有沒有想住這裡啊 先會 四億日幣過來 從戴觀山啊 一路散步過來 往社谷的方向 竟然還能經過一個 應該算是蠻新的一個 建設吧 叫做Sakura Stage 11月30日再開 我們就看看吧 今天才12月24嘛 對啊 所以才開了 不到一個月喔 十多耶 東京真的感覺 不停不停的 在開發新的區域 跟翻新一些那種建築物 對啊 接下來的三年後呢 中野 我家附近規一個 超級無敵大的 百年一見的 就是開發耶 喔 這不是舊的那 那一兩棟樓要拆掉 對 對不對 做了一接手舞梯 到這邊 應該算是二樓的一個 platform 對不對 對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 攝影師朋友們 在拍倒影 非常的認真 因為地上有水啦 東橋包伯示範一張倒影照 用它最新的iPhone15 Pro Max 30萬日幣 可能比相機還貴對不對 真慘 來囉 對 來囉 來囉 你拍你拍 好 3 2 2 1 好 來個0.50 好了 3 2 這時候後面應該要有一個人 在拍我拍你拍 對 好 成果驗收 然後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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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其實 還不錯啦 還不錯齁 可能稍微再認真構圖一下應該 應該是還不錯 我們再繼續瞎晃吧 走向那邊好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變成 都市空中花園一日遊 真的 但你也可以說就是 東京所有的可能新的建築 一定都會把綠化考慮進去 對啊 很好 所以才會這樣 對 這裡就是澀谷車站啦 今天的晚餐在家裡 煮火鍋 這個小小的火鍋要三個人吃 這鍋子 比我的手掌 好像還差不多大吧 哈哈 但是我買了很多料 所以 不用擔心 這邊有來自 鹿兒島的 薩姿媽的風味豬 我才剛從鹿兒島 拍完業配回來 那個薩摩豬的美味 問我就對了 超好吃的 然後這邊有 很多 蟹餃 還有 炸雞跟烤雞 我完全不覺得 等一下會吃的嗎 這些鬼東西 好 我們的聖誕大餐 乾燥 跟歐美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就是有螃蟹的火鍋 菜 烤菜 在 電視 真好 還有 一個好的朋友 好 耶 哇 難得可以跟我一起 過聖誕節 的平安夜 也是 蠻有特色的 對啊 那就祝 那個 老婆結婚 紀念日快樂 超怪的結婚 然後也祝大家 那個 聖誕節快樂 在這部片 上片時間可能已經 也是明年不知道 原宵節了 對 動完手 好 大家下次 影片見囉 掰掰